我们今天去的这一家是半岛最近新开的很火的东北菜 性价比之王,新中华美食 店的名字起得欠缺了一点东北人的特色 乍一听都不知道是什么菜系 不如叫个东北人家东北一家亲来的热络 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似乎是小鸡炖蘑菇 但是要吃活鸡的话要提前两到三天预定 我们六个人周末去排队也还行,等了二十多分钟 店里有一系列的卤味在卖 有卤肥肠和卤猪体 今天还有两个大冰柜的食物 有粽子,糖三角,豆沙包,各种花卷 我外带了一包豆沙包回去 一包有六个,大概八美元 里面是豆沙馅,稍微有点少 但是能吃上我已经内牛板面了 我个人当天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这一叠凉菜里的卤猪耳朵 色泽鲜明,入口软糯,味道十足 真的非常推荐 这样一盘凉菜可以拼三个,只要7.99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道菜是尖椒干豆腐 据老板说他们家的干豆腐是自己做的 确实吃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比我自己在超市里买的要更新鲜 超市买的做起来口感会偏硬 他们家明显口感会偏软 另外一个评价比较高的是这个酱大骨 也是老板大力推荐的 味道其实还挺不错的 但因为我个人对啃骨头兴趣一般 我们还点了一道第三鲜 茄子和土豆都是炸过的 很是地道的东北第三鲜的做法 最期待的是我点了这一碗 酸白菜五花肉冻豆腐 他们家的酸菜也是自己做的 没有外面超市买的那么酸 但因为我个人其实喜欢再稍微酸一点的酸菜 感觉味道还能改进 但现在也绝不难吃 下面这个锅包肉 是东北最正宗的老式酸甜汁锅包肉 是靠糖和醋来调味的 而不是靠番茄酱 过我也在东北吃过带番茄酱的锅包肉 个人还是喜欢酸甜汁口味的 大家就是这种酸甜汁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裹的淀粉太多了 肉条比较小 一口咬下去大半都是淀粉糊 没怎么吃到里脊 虽说味道还是很好的吧 加上一个炒西兰花 我们六个人睡后一共吃了155 在湾区物价飞涨的今天 尤其是中餐厅漫天要价的今天 还能有店如此接地气的要价 吃得我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一次 这次试了一下上次老板狂推的肉夹馍 之前觉得肉夹馍这不是鲜的玩意儿吗 东北的店能有多好吃 一上来第一反应是忘了说不要香菜了 上面的饼是类似螺旋状的千层饼 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肉汁非常的饱满 里面的推荐还是名副其实的 我这次又试了一下鱼香肉丝 感觉甜度不够 我也不喜欢里面有洋葱的鱼香肉丝 它的份量还是挺足的 这一家已经被我们加入到日常外卖 常去餐厅清单了 好了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拜拜